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372亿美元对这个在任何的市场来讲这都是极大的手笔嘛 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这个消息首先我们在政治上面来解读 因为这件周末的周末其实就在上个礼拜的两件事情啊 让你看到了在现在的地缘政治的对抗过程当中的那种全球性的大企业啊 他被迫呢要要做一些呢违反他本国政府对他期待的事情 不管是你看到波音的的表态 因为波音波音这张订单对波音太伤了 太伤太伤了 你不要觉得只有只有两百九十二架待会解释给大家听这真是波音天大的悲剧 对因为后面可能就代表的可能是上千架 好那另外另外一个我们待会谈到的福斯福斯要跟他的政府对抗 而且回过头去告诉呢告诉呢德国政府说你不要搞不清楚状况低估了就说呢中国对于德国经济的影响 他坚持要留在新疆而且告诉你就说我在别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新疆藏里面不会有有你们讲的什么的什么的强迫劳的劳动啊什么什么种族灭的没有 我就是要留在新疆你就算你呢你你不给我呢背书那让我在融资上面来讲的可能成本高的我就是要留下来 这种的这种的对话呢在现在呢全球的这种的地缘政治对抗当中来讲呢你看到了这些超大企业的为难你想我们把波音跟空巴是一组关关系 你再把福斯跟另外一家的很有名的企业特斯拉特斯拉是一组关关系他们在在竞争同样的东东西竞争市场竞争的零的零组件竞争的技术资源 因为福斯现在呢其实在电动车产业当中是传统汽车当中跑得最快的没错发展的最好的而且也公认在电动车产业当中对于特斯拉是最有威胁性的 是因为我不久之前还去看了福斯的电动车他2020的电动车2022年电动车已经全部都都卖完了他在欧洲的销售量的电动车销售量已经超过特色他通通都卖完了我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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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两年前我在节目当中因为我看过看了福斯电动车哎我说他电动车有有搞的 可能几家欧陆的大车厂里面我认为福斯的电动车是最有搞搞头的这两年你就看出来了尤其大陆的市场他不知道大陆的市场他要大陆的整个的那个呢那有就是他的供应链的系统性的从原料开发开始好但是我们回到呢波音的部分你看到我们的标题说呢这是波音的悲悲剧我我用两个两个场场景大家可能都已经忘了 呃封封尽一定还记得西雅图叶未眠的那一天 哈哈哈西雅图叶未眠的这部戏吗 怎么会是戏呢 那你帮你讲什么 我在我在讲的是2015年的9月呃10呃9月23号 习习近平到到到美国去访问 那个时候是欧巴马要卸任前呢 邀习近平到到访 习近平从西雅图进去 没错 哦波音就是西雅图的是波音的总部在西雅图然后当时呢其实美国企业就齐聚西雅图对为什么叫做西雅图叶未眠对因为呢整个企业界在欢迎习近平的那一个整个大的声势排长整个晚上好像都没停过对因为呃其实其实波音的总部是大家都都都搞波音的总部在芝加哥可是可是因为他的厂他全部的厂都在西雅图对而且研发中心对所以大家反正 那你要看波音就到西雅图去了 美国呢有两个华华盛顿两个华盛顿下对中国的态度呢 天差地别一个呢是WASHINGTON DC 对政治中心 政治中心啊那个对美国呢现在整个的WASHINGTON DC里面大概你找不到一个呢敢敢帮中国讲话的可是另外一个叫做WASHINGTON STATE WASHINGTON STATE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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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呢对中国态度呢就跟就跟呢就跟WASHINGTON DC相相反 华盛顿州呢中国是华盛顿州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尤其他的波音那我在讲二零一五年的时候二零一五年习近平呢从西雅图进去的时候那是习近平当了总统之后呢第一次呢进进美国那天西雅图夜未眠除了西雅图你订不到房房间因为所有的房间呢都被企业订满对然后呢所有的企业都排队 嗯你你叫得出名号的企业都排队要要要要跟呢习近平见个面那一天呢他到西雅图之后呢波音大家都知道我我我是会波音来来的是给波音面子所以我从西雅图进来啊呃美国的或事后呢欧巴马的政府还抱怨就是说习近平待在待在西雅图时间比在华府还多一天啊 就说呢根本根本就是重点根本就不是来来WASHINGTON DC他是去WASHINGTON STATE可是没办法企业聚集好那你你你知道那一天那一天的习习近平到了到了西雅图时候下单三百架嗯那好这个是你看到的西雅图夜夜未免的标准我三百架是是中国买飞机的起手式嗯你你记得三百这个概念然后呢 二零一九年也就是呢疫情前的时候呢习近平最后一次呢比较重要的出访他去哪里去法国嗯他还他还到了法国旁边的摩纳哥这地方他到法法国到了法国的时候呢他空巴嗯那次到法国呢跟马克龙马克龙也因为马克龙之前先到先到中国法访问马克龙呢希望呢中国呢采购一百一百多架的空巴的客气 可是没有谈成功隔一阵子之后呢就安排了习近平出访当那个你知道你其实我们跑圈跑那么久买买飞机都是国家采购了大家都不要装至少两岸都是对都是国家采购好那我相信全世界都是因为你如果知道波音跟空巴现在其实都是国家对你就知道说他们是用国家的力量然后去动员全世界买他们的飞机嗯那其他国家当然必须用国家的力量来回应买飞机 飞机这件事好那习近平在二零一九年二零一九年呢就是疫情前他最后一次重要的出访他到了法国嗯他到了法国三百家 又是三百又是三就就是三三百家没有没有多一家没有没有没有少一家我来你美国三百家嗯我到法国土鲁斯三百家嗯这一次虽然没有三百家两百九九十二家可是这次习近平哪里都没去嗯所以这一次他不是他不是出访的伴手里这一张单子呢对波音来来讲会重伤因为因为现在全球的航空市场里面 也不要说中国市场有多多多重要了波音已经已经讲讲过了波音说未来 未来全球百分之四十四的就说呢这些所有所有的飞机的市场都在中国大的大陆嗯百分之快一半啊如果连亚亚洲周围啊这些的这些驱惊客机都算率超过一半 嗯谁在亚亚洲火下来了下下下个世代的飞机市场你就是当当老大那因为对空八来讲跟跟对跟对波音来来讲其他的飞机不重要 其实他们真正交交手的就就两款飞机波音的三二零 就空八的三二零跟波音的七三七三七这两款的飞飞机现在呢全球的销量大概都都都是一万辆都一万架以区间客机而言啊他们这种载体的飞机那距离不是特别的长不是走那种极为长途的然后这种中途的中程的这样子的一个飞机来讲这两个就是阻力 是所以在在过去的现在呢现在就就订单数来来讲这三百架下去之后呢 空客就就就可以讲了我三二零的定定单数呢已经的已经正式的超过了波音的七三七 算波音七三七到目前为止交货的价数来讲还比空客多一点点 可是订单数 空客已经上上去空客其实在二零零八年那是很很特别的一年二零零八年之后呢空客在在订单跟交机数上来就慢慢的超过波音 所以波音的压力一直都很大因为其实这两家公司赚不赚钱就换就看这两款 他是最主力的就是三二零三二零因为他大概都都是那载体两百人以下的债客量但是一这三百张的下去 让让波音啊真的是 我如果是波音我一定很厌世当然现在因为波音啊他其实就趁你病要你命啊他其实正是重病阶段 这其实也是他制造的啦就二零一九二零一八年底跟二零一九年他两次七三七max的空难 那一次是在印尼印尼的狮子航空其实还是最早使用七三七max的 然后呢到了二零一九年的三月的时候伊索皮亚他们都是一样喔 这两架航空这两架飞机的都是起飞大概五到十五分钟 就坠毁了 是 那很明显的其实就是当初的 设计啦 设计 还有包括了这个这个所有的这些配备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所以 全世界停航波音七三七max 当然包括了中国大陆 那这个全世界停航就对于波音造成了重挫 因为七三七max是他现在生产的主力 另外一个长途的是七八七 那七三七他现在就有一大堆大量的库存 我们现在看到今年的第一季 波音是亏损的 亏损一季就亏损了十一亿美元 那本来大家预期的是说 只要中国大陆富航了 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因为中国大陆呢在去年底的时候 民航单位其实已经释出了一个 就是 富航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准备哪一些东西 的一个 许可的一些说明 换句话说已经开始准备要 富航了嘛 那你要先试非 那你要检查哪一些项目 他提出了这些项目的检查表 那你就可以照章 就行事了 所以呢 这个这个波音就想说 这个中国的订单快回来 中国的订单快回来了 整个波音今年上半年期待的利多 就是那种90度角的那个 在广西 对对对 那一次的坠机事件 当然他其实跟737 MAX 无关 他也是波音的飞机 对于飞机的发生的事故原因 至今不明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上个月 就美国媒体就热炒说 哎呀这个 那是人为的 都是人为的 跟飞机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我在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这个根本其实就是放话 然后 就是在 在在角力 撇清责任 因为如果波音不去撇清责任的话 他会更难卖飞机 他急着要中国这个市场 所以他不洗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来放话 当然我 比如说他可能报道上面不是完全没有根据 他可能是在 所有的调查小组把他们所看到的资料先泄露给媒体 但是这是危险的 因为他可能部分泄露 他是选择性的泄露 所以这一类的这一种在调查事故 过程当中的放话 其实都跟他的商业运作有很大的关系 波音 原本就已经高度起来这一批订单了 没想到最后花落空中巴士 波音跟空中巴士 现在是全世界 两大航空公司 全世界的航空公司 现在在飞的飞机 大概超过七成以上都是他们的飞机 所以不归波音就归空中巴士 天下的天下的航空的 就说不归波音的集集归空 不过未来 今年今年的第第3家就C9919 中国的C919 C919 现在 因为C919 现在正在进行他的商业 是非 就说所有的民航机的开发的6阶段 C919大概已经走走到走到第5阶 阶段了 快走完了 C919 现在呢 就是在在等着美欧两个体系给他的试航证明 让他可以外销 不只在国内可以飞 他可以外销 那 波音呢在等中国呢给给他呢给他max的就是复飞的证明美美美美美国已经已经给了 但是但是中国还没有给 所以呢所以波音的知道呢他现在被波音被卡脖子了 嗯 那 我刚刚讲就说呢2015年的西雅图业未免因为内幕呢是中美关关系呀 最好的让让你觉得觉得有尤其在企业界关系最好的一刻 跟2018年之后开始打贸易战然后然后现在呢现在开开开始要要切断供应链然后开始呢1000多家的这个就说呢自裁名单 完全不一样 2015年的时候跟在习近平身边的几个呢中国大企业的护法 我念给你听 阿里巴巴的马云 百度的李彦宏 然后呢腾讯的马 三大护法呀 那个时候呢 ABC 对那个时候呢是中美的中美的企业的大咖呢在西雅图呢晚上整个西雅图的晚上就是中美企业开趴的时候 你知道当 还还一个还一个画画面你知道习近平在西雅图下飞机的时候 谁在谁在谁在那个地方等等他 接接他 拜登 哦副总统拜登在接接他那个画画面 恍如隔世啊前后也不过七年的时间而已就知道中美关系的变化有多多大 我们回到因为今天我们要把要要把这件事情里面让你看到就是说国国际的政商关系里面现在到了一个非常敏敏感必须要摊排的时刻 所以波音他丢了这个订单之后非常失望要求中美赶快对话 对好我们我觉得波音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我我我整理一下美国的美美国的几个主要的媒体啊对于对这个这个这个案对我觉得他们真是焦躁 啊彭博比如说彭彭彭博彭博就用了四个四个字他说对波音的影响是一个巨大冲击 然后呢Politico这个这个政治的网站呢他就说啊他说的这个的波音没有办法因为我告诉你啊其实其实空空客跟中国的军工产业的关系很密切的 他说你们是在军事合作 对他说的其实呢他们根本就已经的就说的空空吧空吧的在跟着中国的搞暧昧 你知道空吧的空吧我们我们以为空吧是法国的不空吧的各有百分之三十八的股权一个一个是法国一个是德国其实英国也有英国的英国20对英国跟西班牙西班牙还有还有百分之四的股权 主要是法国跟德国对那还有英国啊你说他他会跟中国搞什么暧昧的可是Politico呢对于对于这一次的波音受重伤 Politico只能够做做政治面的解读 然后再看呢这个Horizon的Advisory的这个就说这个这个就说呢咨询公司的报告 他他他说呢这是因为呢空中巴士选择在天津建立了唯一在欧洲以外 不只是320而是包括未来的330的广体客机的全组装厂 换句话说未来在亚洲地区的就空巴的组装320也好330他主要这这这两款那就都是在天津组装 那同时呢对于呢对C919呢也提供一些的技术资源 波音自己怎么讲波音说 真是令人失望 波音说拜托中美之间的这些可不可以开始的进行的对话 他说波音的波音的是受到了地缘政治差异的限制 那希望的波音希望促成中美中美的官方的富有成果的对话 那东航的跟跟国航跟南航这三家航空公司呢当然顾左右也延他了因为媒体也就会那么说那你们为什么在这时候采购波音 采购呢空巴你们为我为什么不买波音呢 东航说因为因为对我们现在采购呢是因为对民航业的已经已经起来了 那航空业的像疫情过了起来了 那增加采购 国航说呢因为他要优化机队 那要强化他的运力 南方航空南方航空是波音的最大客户 而且南方航空在大陆的这一个客运的市占率高达三成 对南南航的南航在今年五月呢砍掉波音一百零三架的订单 波音就知道苗头不对 五月上个月 看一百零三架的订单 其实就是准备要改买空空吧 那南航说因为他什么时候可以交货不不确定啊 因为那个麦麦克斯我也不敢用啊 那他什么时候交货不确定 这三家航空公司凑一凑凑了两百九十二架也接近三百架了 一百架九十六架九十六架 你就你就把他当作是当作是三百三百架 那总而言之呢 每次中国出手就是三百架 但是前两次 我说二零一五年去美国买三百架 二零一九年的去法国买三百架 这个能理解因为他他都有都都有一些的一些的政治关系 可是这一次没有 这次就就是纯粹是一个姿姿态 就是告诉你 就告诉你波音 怎么办 你摊牌吧 波音其实在美国的政治影响力非常的大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还记得 四月的时候当时美国参议员 来台湾 过分 对 他当着蔡英文的面 然后直接讲说 我希望你能够买我们的波音 尤其是在南卡罗兰奈州所生产的这些波音 有很多是在那边生产的 这句话你记不记得总统府的翻口译 刻意的没有把它翻译出来 然后 听清楚 然后新闻稿里头英文的有 然后中文的没有 你就知道那时候的刻意隐瞒 但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波音卖飞机这件事情 他的超级业务员一定是他的官员 一定是他的国会员 一定是他的政治人物 因为他牵涉到大量的工作机会 但是很重要 因为除了他自己本来就有十一 十几万的这个员工之外呢 那么很重要他有大量的供应商 可是最重要是他藉由卖商业客机这件事情 去支撑他的国防订单 因为他国防订单现在看起来 比较是在成本附近 而并不是能够赚大钱的订单 这是波音现在 如果你失去了波音的话 因为整个美国现在只剩下一家波音了 上个世纪还有这一个卖到啊 被波音购并 对还有到个卖到这几家公司 那现在呢全部都已经被波音并购了 好那所以你看到他们在二零一八年的时候 不是还跟空八有打那个贸易战嘛 就美国政府去 补贴 对美国政府说欧洲补贴 然后呢去制裁欧盟 然后欧洲政府呢 说美国补贴 然后也制裁 在这个欧这个这个美国 去年六月才好不容易握手言和 好那现在 他改买了空八 因为那个后续影响是 你知道那是一整个机队 我今天买了这三百架 并不是说 我买完了就没有了 我可能就要建立的是整套的维修系统 整套的这一个 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个零组件的这个系统 他可能意味着是更大的一个订单 哦